随着圣诞节的铃声由远到近 每个小孩都想要问问圣诞老人 会带来什么样的圣诞礼物 日本第一位机器太空人也不例外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机器太空人会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 日本第一位机器太空人Kirobo 现在正在外太空的国际太空站服务 随着圣诞节将要到来 这位可爱的小机器人也不免俗地学人类一样 想要一份圣诞礼物 根据丰田汽车公司开发的声音辨识技术 能够让Kirobo记住人类的声音 并以日语回应 丰田将利用从这项计划得到的发现 改善他们生产的机器人伙伴 这些机器人不但能从事家事等工作 也可以协助行走不便的人 至于Kirobo有没有带回玩具火箭 大家可以在明年12月他返回地球的时候问问他 新常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